武林農場櫻花怒放 滿山遍野的粉紅浪漫 讓人有偽出國的感覺 櫻花季2月開跑 元旦開放訂房 17天共1972間房 5分鐘就全部訂光 春節期間更是搶手 一房難求 問題來了 疫情升溫 過年還要出遊嗎 好不容易強訂的房間 該不該退房 武林農場目前尚未受到相關的衝擊 只有在初一跟最後兩三天 有少數各位的房間 變種病毒在北部蔓延 過年出遊往中南部走 目前還沒出現想像中的退房潮 像是月潭風景如畫 只要一到假日 遊客趨之入霧 過年期間是不少民眾的首選 在其實目前整體住房率 還是沒有下降的趨向 還是陸陸續續有客人 在詢問預定的電話 春節連假有九天 觀光局統計 華東地區及中南部訂房 都至少有六成 其中台南新竹等地訂房率有七成 宜蘭苗栗屏東更達到八成的訂房率 除了疫苗覆蓋率越來越高之外 其實不少民眾早早訂好出遊日期 又糾結退訂有手續費問題 全都還在觀望 是天災的因素啊 然後又多收這一層手續費的話 我覺得荷包又縮水了 春節出遊潮 關鍵在防疫是否升到三級 來決定過年要乖乖宅在家 還是要按照原定計畫出遊去 記者綜藝翔陽性李雲潔 台中南投採訪報導 記者維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